好,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 我要先把这张图片放进来 做一刚开始的内容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是不是有一个中科全景 我建议你们应该是要先放在这里 应该要先放在这个地方 Video 1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按字幕上去 我们就可以放在Video 2 Video 2它有最高的被优先看到的顺序 先看到Video 2再看到Video 1 所以字幕是放在Video 2 那图片或影片都放在Video 1这边 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它要放多长 例如说现在你去播 有没有发现它就放到这个地方结束 也就是5秒 一张图片搬进来 它就会放5秒 假设你今天你希望它播放10秒 假设啦,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个地方快速点亮一下 这个05把它改成10 enter 它现在游标是不是跑到10秒 接下来你再把这一个图片 右边界按住它移到 它会吸到这条线上 所以这张图片就是播10秒 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调整的 OK 那我建议各位应该只要播5秒就好了 可以用给你们参考咯 对不起 好,也就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只有30秒到1分钟 所以前面这个中国科大 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要播多少 还有请问你有没有注意哦 当我们今天去抓下来的图片呢 抓下来的图片 有没有发现好像没有满板的放进来 好,来,我现在要调整哦 把它图片整个都呈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们看50%还不够 再缩小25%了 快速点亮下这个内容 可以吗 代表说这个图片太大了 所以我们要去缩小 缩小 很有可能你用iPhone的话 你去拍的照片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可以吗 好,比如说调整好之后放进去 最好都不要留黑色边 这是希望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有任何黑色边的情形 比如说这样就不好看了 好,所以图片把它贴到满板好了 好 OK 那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50%来去观看一下 全部都是满板 就不会像刚刚那个只有看到一部分的内容 好,这个时候你再去播放一下 这图片不会动,对不对 好,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然后请你先把图片放进去 好,来画面还给你 这是图片的部分 绝对不是我们重点 对不对 睡觉的 没有 随于 我 感谢观看